卡卡 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银河盗猎团啊 依我看 它们应该还在大都会附近 只是不知道它们具体的位置 可惜 解放器被你踢坏了 你这是怪我吗 喂 小心啊 卡卡 叫你走路不要看书 撞到人了多危险 唉 到底该如何做 才能找到银河盗猎团呢 哼 我说大侦探 对付银河盗猎团的事就交给我吧 我用虎权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那你知道 它们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 但我相信它们迟早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看来你真是一个负责不扣的武吃 你说谁吃 这是赞美 那家伙很可疑 琪琪 你说得对啊 他们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那不是外星人 只是河马 琪琪 可不能以貌取人哦 我觉得就是你多疑 走了 拿飞上去 一份商务套餐 饮料的 咖啡 小孩子能喝咖啡吗 你 你说谁是小孩子 你哪知眼睛看出我是小孩子 小孩子会自己来吃商务套餐吗 抱歉 抱歉 您请坐 我马上就准备套餐 先上咖啡 好好好 马上来 小孩子还想装大人 看我把你抓回去降给团长大人 就让你试一下我给你调制的银河盗猎团特制咖啡 我跟你说我多少遍 不要突然在我背后出现 会吓到我的 你们 我的包包 这可是宇宙限量款的名牌包包 你们 这工作我不干了 别别别 快 三四郎 快给丽丽莎道歉 弄脏你的新包包 真是对不起 我们要团结吧 来 我们再摆一次排列的那个登场造型 为了银河星际资源的分配 为了收藏宇宙最美的珍宝 穿越银河火线 凝聚暗黑力量 活泼 绿绿莎 三四郎 银河盗猎团 一起游游小队 原来它们真的是银河盗猎团 我早说了 不能以貌取人 它们应该想对那只小老虎做什么坏事 身为武者 匡扶正义 我一定要去阻止它们 琪琪 冷静 先仔细观察周围情况再形容 是侦探的准则 三四郎 你说的葫芦汤呢 我爷爷的外婆的奶奶的叔叔的 遗父祖传下来的绝密葫芦汤终于配好了 不管是谁 只要喝了这口葫芦汤 都一定会立刻睡到大葫芦 放弃抵抗 找好了 波布队长 给我好好拍 这是要交给团长大人的 是 波布队长 接下来 七个的团长大人 您将亲眼见证银河盗猎团亲摇摇手队 在我波布的带领下 巧妙捕捉巴黎虎的完美过程 它们要开始行动了 我们赶紧过去阻止它们 等一下 让我想一想 还要想 赶紧行动吧 想到了 我们分头行动 计划是这样的 明白了 只需一滴葫芦汤 那只巴黎虎就会 一滴不够 至少得五滴 你不少说 这段出败 只需五滴葫芦汤 那只巴黎虎就会 喂 你在干嘛呀 谁呀 好难喝 我是不是要睡过去了 我是不是要睡了 你们的咖啡怎么这么少 是浓缩咖啡吗 这就是你完美的计划吗 咱们扬一下百出哦 给我站住 小朋友 别喝 是 谁是小朋友 当然是你呀 小朋友 你见过哪个小朋友 会喝咖啡 我就让你领教一下 成年巴黎虎的气魄 别喝 千万别喝 既是乱家酱料的自来水 而且还放了葫芦汤 我的宝宝 你一碗妹妹们 干嘛抢我的咖啡 小朋友 我都说了 那不是咖啡 你们要为弄脏我的宝宝而付出的爱价 我怎么还没睡着 这是什么 这是空巾球 把你们这些小动物 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 禁闭 永远禁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 站住 看来你们外星人很缺乏锻炼呀 拜拜 臭 臭小子 臭小子 我也会滑 你跑不掉的 你追不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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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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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屁股呀 臭小子 你回来 疏手救浅吧 疏手救浅吧 没有空巾球了 办法多的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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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可不是拿来浪费的 让我来将它们全部归位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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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送给你吧 琪琪 没事吧 啊 没事 她手上那个球球嗖的一声 就把那只小老虎抓走了 放心 我会把她救出来的 看你的球拍 怎么把这将药打回来 我的脸 眼睛好烂 你要好滑呀 腰力越来越厉害 战都站不完啦 吓 我来 为了迎合捣猎团 骑游游小队的荣耀 我一定要抓到你这个捣蛋鬼 看样子只能先撤退了 你大猫笔 借球去吧 看看 到他的小老虎在那个球里面 走了 如果那球掉底下去到 就找不回来了 我来 就差一点点 让那些外星人把它打开吧 人呢 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让我看看 这应该是三位数字的密码锁 是什么呢 亲爱的团长塔人 接下来您将亲眼见证银河盗猎团 711小队 在我波步的带领下 巧妙捕捉巴黎虎的完美过程 应该是这个 密码果然是这个 好晕 这是什么黑科技 我要好好研究研究 小朋友 你没事吧 都说了我是成年的巴黎虎 不是小朋友 我们巴黎虎虽然身材矮 但志气高 不要把我当成小朋友 是是是 身材矮志气高的成年巴黎虎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才不会跟小孩子斤斤计较呢 不过 我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我叫贝贝 是个工程师 我叫琪琪 是个舞者 我叫卡卡 是个侦探 你干嘛替外星人收拾车子 凭我侦探的直觉 我认为这餐车 不属于外星人 好看 终于被救出来了 那三只奇怪的河马 嗖的一声 就把我困在了 奇怪的空间里面 动都不能动 谢谢你们救我出来 河马先生 你没事就好 为了感谢大家 我去做顿好吃的给大家吧 好 我们登了 我登了 哈哈 竟然失败了 伟大的银河道立团名声 不能毁在我的手上 团教大人 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团教大人 这个任务都非常顺利 只是出现了一点点意外 到时候我们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真的差那么一点点啊 团教大人 您可以看看视频记录 真的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耶 你们找到非常好的猎物 您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抓到了这两只 任务失败的事情 就既往不咎了吗 团教大人 博步向您保证 我一定会拿下那两只小老虎的 您就放心吧 看来 是时候亮出我的秘密武器了 我们能够到那儿 用力的小银河道 我也要用力更大 卡卡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要问你们 是什么 我一直以为外星人侵略神奇星的事情 都是传说故事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外星人想卷土重来 那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 其实在苏博士所写的冒险笔记里面 记录了很多相关的内容 只是大家都不再相信这是真的 我还跟苏博士通过话呢 他让我通知神奇星的各个族群 当心外星人卷土重来 嗯 其实我也想过外星人 可能一直都在暗中关注着神奇星 只是一直找不到证据去证明 贝贝 你跟他沟通居然毫不费力 卡卡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外星人潜伏在我们身边 我在小的时候看冒险笔记 就在想这个问题了 只是一直没人相信我说的话 我也有想过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 他们的科技水平应该比我们神奇星高很多 对呀 你看 就像上次他们用的空间球 完全超出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 我想研究一下 我也想研究一下 看看他们用的是什么科学原理 这个给你 我们一人一个慢慢研究 真是搞不懂这些理科男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有意思 这是我发明的电子干扰装置 哇 听起来很酷 可惜 我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成功启动 现在只能当成废品丢在一边了 好了 别浪费时间弄这些没用的废品了 我们继续玩废盘吧 你知道吗 只要利用好 废品变为宝 是是是是 你说的对 我可以拿去研究一下吗 也许它也能变成宝物哦 当然可以了 喂 卡卡 你在吗 接车 想逃的话就只能趁现在了 三四郎 你真会开玩笑 这无人机有自动追踪功能 他们怎么可能逃了掉 你们几个居然还敢找回来 是被我教训的还不够吗 哎哟 人家真是好害怕哟 这女生好凶 好粗鲁啊 让我们看看是谁教训谁 持续 手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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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禁闭在这小小的空间内 小小的空间内 啊 啊 啊 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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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玩叠叠乐吧 好意 看招 喂 能听到吗 七七 你怎么样了 话说 要是我们被关进了激光笼里 该怎么办呢 干嘛问这个 我有种预感 那样的事情会发生 乌鸦嘴 不怕了 只要输入逃生密码 笼子就会打开 但是 在笼子里设置逃生密码会不会很矛盾呢 这不是明明给他设置逃跑的机会吗 不会的 因为输错密码 他就会自爆 还好没乱按 密码会是多少呢 我真厉害 我真厉害 喂 卡卡 苏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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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博士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想告诉我 可是这个通讯器时好时患 不过 得先解决那个麻烦 有什么东西可以干扰无人机的动向吗 不是有吗 有了 只要修好这个就能干扰无人机的信口 这么复杂的电路却设计得这么完卖 贝贝先生可真厉害 这路没问题 看来他是缺少运行程序 这样 这样 然后这样试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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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干扰装置居然修好了 但是得把它放到无人机上面才能奏效 现在这么挂 我可就无中 哈哈 我想到了 嘿 哼 走我旋角 哇 哈哈哈 它果然跟上来了 哼 那就刚好中劲了 哇 成功了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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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你永远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救命啊 放过我吧 过来啊 我救你 我躲 卡卡 干了净呀 琪琪 你还好吧 怎么不小心被他们捉住了 我没事 看我怎么说是这帮可恶的外星人 密码是多少 1024 2048 1024 20 4 8 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就会自爆了 陈子王 你个笨蛋 你个笨蛋 呦呦 贝贝先生 我的通讯器坏了 联系不上苏博士了 你能帮我修好吗 零件彻底 零件彻底报废了 看来必须换一个 我们可以去考拉市场看看 那里是大都会最大零件最多的一个市集 应该会有这种零件的 哇 考拉市集 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很好 那我们快走吧 嗯 что 我 快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